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插班生 联合培养的学生等等 如果结清关系 旅行协议 经过留学基金委批准 可以受理豁免结清手续的申请 当然了我们即使不能办豁免 你完成服务期一样也能拿到绿卡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关于具体怎么办这万豁免 访问学者等等怎么拿绿卡 这个我们的系列里面的其他视频都详细的讲到了 这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CSC公费派出的这万的学生 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还是短期的访问生 交换生 豁免这万身份的情况 那么要有几个步骤 首先你要向留学基金委提出豁免这万服务的申请 然后要提交相关的材料 并且和留学基金委结清关系 然后你就可以和其他的这万豁免一样了 像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提交这万豁免申请 然后取得不迟异议 同时你可以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申请 国务院在批准以后 在收到中国的不迟异议以后 向美国移民局推荐 然后你的这万豁免就可以完成 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和时间线 给大家提供有用的信息 这一位申请人是在年初 考虑到想办这万豁免 此前是留学基金委派出的研究生 公费公派的 然后联系了留学基金委以后 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这一点还是要赞一下 现在的效率比较好 然后基金委讲到 需要你提交一个申请书 需要提供个人的信息 还有出入境记录等等 那么这一位申请人 在这一年的三月 提交了这样的申请 包括支持的材料 那么接着留学基金委 有一个手续 需要核查经费 就是说我们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要算出来 节清的时候要用 那么等了一段时间 等到五月初 这个核算完成了 收到了通知 通知收到以后 这位申请人在七月里完成了付费 关于付费的具体计算 当然因人而异了 所以才需要一个核算 要不然的话 有一个统一标准就行了 但是网上流传 说有不同的百分比 根据我们的了解 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 并不见得你要额外多付钱 给这个留学基金委 那么具体 case by case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完成付费以后 两个月左右 这个申请人就收到了一份 正式的官方文件 可以叫红头罕见 那么红头文件 是面对大家的 这个罕见是给个人的 一个上面盖的公章 就是说留学基金委 你这个手续就结清了 然后申请人同时向中美双方 提交了这个豁免申请 12月的时候 在中国方面通过了 2月的时候 在美国方面也通过了 所以前后 因为多了留学基金委 这一个步骤 都办下来 还是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是对于公派的学生 怎么办理豁免 那么学生 很多在中国 没有所谓的原单位 只有一个学校 但有的人 可能在中国曾经工作过 然后又公派出国留学 这样的情况 一般还需要和原单位 结清关系 比如原单位 免费分你一套住房 那你要不在中国工作了 那住房有可能要收回 那么有的人想说 那我这个不能两头不靠 是吧 那我在美国要先确定 我能拿到绿卡了 然后我再跟原单位讲 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很正常 那怎么办呢 很容易 你CVE先在美国提交 I140的申请 不管是NIW 还是EB1 I140批准了 就是说 后面只要这个人 没有犯罪记录等等 极端情况 一般你肯定能拿到绿卡 然后你再办 这个J1后面手续 再跟原单位提到 或者再办 结清手续 公派 公费等等这些 后面都好办了 是吧 因为你先拿到了 绿卡批准的资格 I140批准 早晚可以拿到绿卡 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 申请人是这样的 即使有的人没有原单位 有一个房子 等着他回去住 那有的人也会考虑到 说我是回到中国 担任教授 研究员 医生 工程师 管理人员 还是我在美国发展事业 孩子在美国学习 大家都有一个取舍 有的时候 你需要有更多的信息 才好make informed 第四亿人 然后根据这些参数 做出决定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先交140 当然就还有很多别的好处了 可以有早的优先日期等等 看我们其他视频就可以了解 如果你不想办货免 不想交这个钱 或者不能办货免 人家原单位 或者公派你出国的基金委 不同意 怎么办呢 我们此前也讲过 这个也不影响你拿绿卡 你可以回到中国 服务两年 工作两年 然后在广州领事馆 拿到移民签证 再回到美国领取绿卡 我们也有很多客户 是这样的 都是有办法的 对于怎么样就能办这个豁免 留学服务中心就能够出具这个不迟疑信呢 原则上呢 只要你有说能够在美国改变身份的证据 办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 你和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了 或者你提交了移民申请 或者有雇主支持你的H1B等等工作签证 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当然你要有书面的证据 你不能口头上说 然后呢一般就都可以作为办理J1豁免的理由 像我们其他视频也讲到 我们的客户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交换学生 公派的学生学者等等 像这些呢 像我们这里讲到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CSC和J1豁免 公派 公费留学访问和豁免 这个呢也是有办法的 好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期见